上來接替投球 富蘭哥在這一季是拿過了7次的救援成功 17個中繼點 自制的分率是不到1的0.98 他的K9值是達到了9.65 WHIP也是只有不到1的0.79 富蘭哥對中信已經是14.2局 沒有10分 好三點方向的滾地球收球之後可以穩穩的送 因為擊球跑來源是徐基鴻一出局 也是正面的滾地球可以穩定好腳步在傳球 單季在主場的成績 這球在右側的飛球有機會處理余生旭在邊線完成了接殺 2-1 後段加速喔 因為逆風的關係啊 余生旭的經驗還是很好 好定位之後發現必須要再往前接球 再來一個再見三陣 速度飆到了157 這個三陣呢也就結束了這場比賽 富邦